第一天來的時候 我想還有三天耶 可是後來就轉眼睛 現在已經最後一天了 對啊 現在還蠻難過的 群藝 群藝 知名三 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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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這麼麻煩 我來台灣學中文 What you li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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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ot of things Like a reader Like a Reader 閱讀 我叫惠寬 我的興趣是 去銀行惠寬 我叫重茹 我最喜歡唱歌 請叫我歌王 謝謝 他叫重茹 他最喜歡唱歌 請叫他歌王 我是永勝 我喜歡打球 不要叫我球王 他是重茹 請不要叫他歌王 不要重茹 這個很可怕 他是永勝 他是球王 我是永勝 請他再找我打球 慧如喜歡欺負弟弟 雲凱喜歡 還喜歡 拉耳朵 請 啊 不提 還喜歡 別人拉耳朵 一定喜歡吃飯 深夜 喜歡 小休息 我是在兩年前的時候參加過這個大專一 那 那時候就是在營隊的期間 就是 我可以 就是很明顯的感覺到就是 每一位工作人員真的都是很為每個學員就是在著想 那他們是真的就不是那種很虛偽的說 喔你來所以我要照顧你 而是真的發自內心的那一種善良 那我記得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活動的最後一天是在一個地下室 那地下室就是當然就沒有窗戶啊 然後就是完全是就靠冷氣這樣 那天不知道怎麼樣就是冷氣它就壞掉了 工作人員就是找來那種紙箱的那種厚紙板 然後就是幫我們刪封 那每個工作人員都做得汗流加倍 可是他們就是還是沒有停手就是繼續 那就是那時候就是 我覺得就看了就覺得非常的感動 那我後來回想起來的時候我覺得 光是這個舉動就讓我覺得 這個營隊的這群工作人員真的很不平凡 做真事真心對人認真做事 這叫修真 什麼叫修善呢 凡事先考慮別人 後考慮自己 到最後的要求 一段階段之後的要求呢 就是先人後我 先他後我 什麼叫修忍呢 別人得罪我了 然後別人占了我的便宜了 我不跟他計較 最低最低的要求呢 是不動氣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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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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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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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2 1 2 2 3 你剛剛畫電戲 畫電電戲 你要亮亮亮亮 嘿 不畫 嘿 Jackie 不畫了 不畫 你這十八點都白活了 男人愛江山 愛美人 體驗走的沒有 不畫了 不畫了 他已經沒有空了 不畫了 不畫了 嗨 漢妮 漢妮你怎麼了 哎呦 球打得不錯嗎 沒有啦 我就老實跟你說吧 漢妮他 其實是我男朋友 男朋友 對 而且你上次對漢妮的態度很過分 這樣讓我覺得你很討厭 有手 聽我解釋 你聽我解釋 很討厭 很討厭 我覺得年輕人就是 跟同學打打鬆鬆還是什麼啊 然後出去玩怎麼樣 很容易就會讓情緒啊 跟著朋友啊 或者是外在的情緒這樣起起伏伏 然後那時候我會覺得說就是 哇 我的生活每天都很多太多子這樣 我當時也不會覺得不好 但是就是在 學練法輪功之後 然後我也認識了一些就是 同樣也有練法輪功的一些跟我 年紀差不多的一些 學生 那常常就是跟他們相處完之後 我會覺得說 我的心情就感覺上很像是 一座大湖一樣 然後就是很深 然後很風平浪靜 然後很明鏡的那種感覺 其實真的 冷靜下來想一想 我真的做很多不應該做的事情 跟朋友跟媽媽都產生了矛盾 對了 貴人 那你可不可以給我一點建議呢 其實我真的好想 跟我的媽媽朋友他們 好好的真心的道歉 你們這樣產生太好啦 我想啊 只要你是真心的 大家都會接受 那為什麼你會變得這麼成熟呢 我想是因為我修煉了法輪大法吧 法輪大法 不是替別人高興 而是心裡不平衡 嘖 其實相像 這不就是在說我嗎 其實我應該是幾度震撼你女兒為優秀 所以說才會處處為難她吧 嘖 啊 你是在唱什麼啊 我會唱什麼啊 還沒發笑 哎唷 你打到我的垃圾了啦 是咧 是咧 哎唷 啊對了 中午吃飯的碗洗好了沒有 哎 哎 你自己的東西呢 皮膚哪還要被人家裡好 有夠逃破外的SK兔嗎 沒有啦 沒有你說 還有幾罐好好 沒有 那是因為我練法輪功啦 啊 還真的耶 對啊 好啊 先去洗碗喔 啊 他...他自然沒生氣 又突然鼓起了撞法輪中的一段話 別人對你不好的時候 可能有兩種情況存在 一個是你可能生前有過對人家不好 你自己心裡頭不平衡 怎麼對我這樣 那麼以前你怎麼對人家那樣 那你是要想多久啊 不好意思 而且想了有點久 想到很多事嗎 嗯 首先我想要對我之前對你做的行為 吃飯啊 打球 對你做出不禮貌的行為跟你道歉 再下來我想要跟小樓說對不起 怎麼說 之前我是覺得小樓很可愛 所以說我才要一直接近他 可是假如說換成是你的立場的話 我想應該你也會很不開心 你講得很好啦 再來 我看你跟小樓那麼好 就很羨慕你們 所以我才會處處跟你做對 真的很對不起 這樣啊 再加上 看到你的功課那麼好 我自己的功課又頻頻 你欣賞你 你欣賞你 嗯 呵呵 真老實啊 唉唷 不怕你不要再難過了啦 我現在已經不討厭你了 畢竟你都肯為你做錯的事 像我還有漢尼道歉啊 漢尼我們就原諒他嘛 我可沒說不原諒他 而且他也挺有誠意的 好啦以後就別亂搭訕別人啦 唉唷不會了啦 好那我們今天一起去play一下吧 走 好啊 我覺得說 就是光是真善人這三個字 就可以讓我改變這麼多 我覺得就是真的是 就是他的力量非常的大 然後我希望說可以讓 就是來參加銀隊的學生們 就是也可以感覺到就是 法輪功的美好 太難了 沒關係你們可以試一下 好 小心 小心 快點 就要緊張 欸不喔 我碰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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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心 可以過去一點 慢慢走過這裡 慢慢走過這裡 這是什麼 我怕先是可以動的 就給大家 馬上知道 我怕先可以動 對啊 可以動對啊 可以動對啊 可以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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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互相同 然後也要互相這樣 這是一個善 OK 然後 當妳覺得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之後 妳會很著急 可是妳還是要忍 因為妳忍的話妳會靜下來 妳看靜下來之後 妳所有事情都會慢慢慢慢都做到 好 對 因為太急躁 是完全只會把事情越用越糟糕而已 然後就會像剛剛一樣 一直重複 一直重複 然後大家就會 就會覺得心情很不舒服 就會很有抱怨 就會一直在吼吼又重來 吼又重來 吼吼吼吼 吼吼吼吼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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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吼吼吼 walked out came out 你們覺得這遊戲最困難的玩家嗎 行嗎 我就覺得好難過啊 不要急 韓仪 微笑見面你 又生偏臨裡 星花朵朵开 山四處在 全球一起来 希望有繁怀 在生存 卑识我只归路 在法轮功的修论里面就这样解析 就像说我们把我们这个心灵的瓶子 这些杂质去掉了 瓶子空了 它自然就升上了 如果你把它压到水里去 它压不下去了 这些杂质不随便 这些杂质就改变了 那朵 那朵 卸墨情缘在乎 当时开始打了整个阶段 九天来 我就没有看过医生 就没有看过医生 然后呢 真的是身经很愉快 刚刚开始跟大家讲到说 生命中有很多这种困惑啦 很多这种冲突啦 那都开始成了很大的转变 一般人会对法轮功觉得说是阿公阿嬷在练 是因为就是 早上的时候 公园里面啊 还是什么地方 就是都会看到很多很多老年人在练气功 那 我觉得练功这个部分 就是当然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练功可以让身体健康啦 那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说 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有练功的话 那我今天就算就是可能从早上第一节课 晚上晚上八九点我都不会觉得就是 不会有很那种疲劳的感觉这样 我觉得说真价人是 在生活当中就是处处可以发现的 所以说我们 我们让他们玩的那些大地游戏啊 團康魔动之类的 就是我们会安排一点点的难度 那可能就是他们必须藉由协调 大家互相讨论 那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些争执 一些冲突 你要讲真相是要善了 不是报仇 大家打光镜我们是不是都爱的 我先打你 大家可以协调 所以其实体现在我们修演中 其实我们都要替对方着想 在我们整个大团体里面 就是你想要去抓这个 你想要去抓这个的时候 其实就变成协调是很重要的 小心 我希望這首 希望這歌能夠讓我們所有中國大陸人們 能夠享受自由 人權以及平等 真相見願意 永生便利你 心花多多 她愛 曬得住住在 學著一起來 希望永返懷 學著一起來 希望永返懷 謝謝 我記得有一個小隊員是最讓工作人員頭痛的一個小隊員 就是她是很愛講髒話的一個小隊員 那她剛來的時候 我聽說她開口閉口幾乎都是會是 髒話開頭髒話結尾這樣 那可能也是因為工作人員的那種 工作人員的那種善良吧 然後所以慢慢的感化感化 那可能就到最後她會覺得說 我這樣講好像不太對 那自己就是慢慢改正觀 第一天其實也蠻不習慣的 因為畢竟就是還沒有正算修臉吧 就當大家講說 問說你這樣做的時候你有符合真善緣嗎 就是當我被這樣問的時候 第一個我覺得蠻有壓力的 所以當中我也發現到那些我本來覺得是臭小孩的人 其實也都是蠻有善心的 就是大家其實人都蠻好的 就是就有改觀啦 就大家其實都蠻有改觀一些 慢慢的能夠了解到說 為什麼有人可以就是一次再一次的參加這個活動 其實我不是什麼好人 其實每個過程中 我都把一些自己的利益都偷偷放進去 只是雙面人就是做了這麼久 所以我也覺得說 對大家有點抱歉 我可能在過程中也冒犯到不少人 我也說聲抱歉 因為其實說實在 我很難看到大家的好 因為真善緣應該是 都是看到大家好處不是看到壞處 可是我看到壞處比好處來得多 我覺得我很不太適合待一個營隊 可是一直到今天放的那個 李洪志講的那個名利情 他講了一些東西 其實讓我感覺到 我差不多正該去好好觸碰這個東西了 說實在的到今天下午 都還沒有領悟到 自從發生一些事情以後 就有一些領悟 看著小隊服的那個領隊啊 然後他們就是不會生氣 不會發脾氣啊 然後 然後那個 那個 大家都 和愛可親 不會那個 生氣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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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算很好啊 我 在這個月以前 在兩個月以前 我都是在家裡打電腦啊 不然就是去打籃球啊 然後早上就 還沒六點就爬起來 那裡等媽媽跟媽媽拿錢啊 所以 所以我哥哥每次都說我是米蟲 那 生活中為什麼要做到這一點呢 我 我自己覺得我想到一個比方 比方說 我們還是可以有很多生活中的 多彩多姿的生活 可是我們一定要有個根 就像大樹 大樹它枝葉很繁茂 就好像我們多彩多姿的人生 我們 完全不必否定現在的物質的發達 我們生活的便利 可是要有根 大樹的樹根就是它生命的根本 那我們人生總是有困惑 總是有挫折 那熱修的根本 只因我們不會迷失的 對我們修煉法輪功能來說 就是真善忍 因為有這個根 讓我們能夠在成長的道路上 我們都會覺得說 修煉修煉 好像就是 就是要去做神仙 那 就會覺得說 那我什麼都不可以想啊 就是 就像是 我不可以想著我要去玩啊 我不可以想著 我每天都要穿飄飄亮亮的啊 什麼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 嗯 其實 修煉它 並不是 要你 就是 什麼都不要 然後就是當一個 嗯 清新的愛物的和尚什麼的 而是說就是 嗯 看你的那一顆心 它到底在想 就是 你的那一顆心到底在想什麼 就是其實我再補充一下 就是其實 就是剛接到小隊伏的時候 其實我看到他們兩個 是我最害怕的 就是連我 我就想說奇怪怎麼一個 一個金頭髮 然後一個有頭髮蓬蓬 然後走路又很像老大 我就覺得我今天到底 帶了什麼樣的團隊啊 然後我就覺得 我第一次就是讓我 就折磨那麼大 所以 可是其實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發自內心 覺得他們真的很可愛 而且你看到他們折蓮花之後 你就很想幫他們造一張照 因為覺得 就是紅頭髮 然後又折個蓮花 你就會覺得好可愛喔 就真的覺得他們很可愛 所以那希望我們歡迎雨萍 可能一開始就忽拉拳那一關 然後我覺得 可能 大家的那個衝突還滿多 就是好像一碰到就要重新 一碰到就要重新 然後大家就會不高興 可是我覺得 就是 就是經過一直這樣重複重複那種感覺 就是可能是跌倒在爬前 跌倒也爬前那種感覺 就覺得 好像有努力到最後 就會一定會有結果這樣 就覺得 大家同心協議 其實什麼事都做得到 然後我當 我也在那個 就是大地遊戲當中發現 其實蠻 就是生活中很多事情 真的都是包吻在真善人裡面 就是很多事情都要認真去對待 真善人真的很神 就是那個 那個 玉凱啊 他就是身上可能有一點 變化吧 我不知道什麼東西 就可能 像 跳著 就癢癢的 然後他就 一開始我說 欸你要不要跟小隊伍講一下 他說不用啦 那他想說 等就是 師傅講完法再跟小隊伍講 然後 可是他後來就中間就 就是跟小隊伍講一下 小隊伍過來講 就跟他說他的那個 就是說 可能先聽一下講 就是先聽講法這種東西吧 然後 就發現 剛好那段講的東西是 好像跟他的就是有病有關係 就是覺得好像 就是覺得好像 就是說 我過去那個 就是看一下那個 余萍他覺得身上有點癢癢的 然後我就說 那個余萍請我看那個 玉凱 然後後來我就說 你先把心靜下來 我們好好看師傅這樣 然後他就說 可是怎麼樣 然後余萍也說 你要不要就是說 要不要看醫生什麼 因為那會越長越多什麼的 然後後來就 在當下 真的我們兩個一起見證到 就是在當下師傅之後 那個病業啊 你越就是 你只要想要靠外在的因素去改變他 那他就是不會去改 就是沒有辦法改變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真的覺得 這一段話完全都是在對玉凱說 就是第一天來的時候 我想說四天還滿久的 然後我就想說 第一天來的時候 我想說 還有三天耶 可是後來就轉眼間 像已經最後一天了 對啊 其實 現在還滿難過的 其實參加這個演奏的可能 我可能也改變滿多的吧 就第一天進來的時候 可能 一個晚上可以罵超過五百句長號 然後 然後 到今天 一整天只有罵一個字的長號而已 只罵過一次而已 所以就 參加這個演奏還滿好的 所以 真善人好 法人大法好 師父好 我當初看到這個東西 我就覺得 好像很奇怪 然後越來越覺得 旁人這樣子的眼光 我就覺得很不習慣 就覺得 這種東西好像 都是一些中年人啊 不然就是我媽媽那樣子在練的 這樣很奇怪啊 我講這種 法人大法 我好像會被同學笑 然後我又跟同學這樣講的話 好像會覺得很尷尬 我不敢講 說其實我有接觸這種東西耶 然後 或是說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覺得 參加這個演奏 我有改變很多 我突然又覺得 就是 我好像又 多了那麼一點勇氣了 我又可以再次的站出來 覺得說 其實我知道法人大法好 我 我 觸碰法輪大法是在 呃 上一次的那個 大專營吧 然後後來我看到那個 影片啊 中共壓 那個 迫害法輪功 我就 第一次看到那個影片 我就 我就哭了 因為真的好多人都還在現場 然後我就哭了 然後直接問我怎麼 然後其實我真的 替那些人 感到 心情好不舒服 因為我會覺得 中共怎麼這麼惡霸 然後 就是因為這樣 我才開始接觸法輪 才開始對法輪有興趣 我覺得 辦這營隊最重要的目的 並不是為了要讓每一個來的學生 他們都可以 就是去練功感受 而是說 就是 希望可以讓他們了解到 真善人的美好 到底是什麼 可以 到底是什麼 可以讓 一個人 在四天就可以改變這麼多 真的只要四天耶 我覺得那個改變 就是那個 我覺得真的沒有 就不是大法真的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做到的 因為他們後來真的就很棒 我也不是故意想要說 來上海就流眼淚 我真的 我真的很不知道為什麼 我一講學生就掉下來了 我看到他這樣子是不是 就是看到我自己 就是 唐太有講過一句話 以人為盡 可以 知 明德斯 對 還是廢錯了 有些時候我會覺得說 到底究竟是 小隊員的悟性太好 還是說 還是小隊伏帶的真的是太好了 因為我覺得 不管是 多還是少 小隊員他在 對大法的認識上 是真的有一個 就是 達到一個程度上的提升 我覺得這個是 大專學生演習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還記得在音樂會的時候 有個攝影記者 他跟我說 剛剛採訪完安慈 他問安慈是第幾階參加的 他說是第二階 然後那個記者說 安慈跟他說 有一件事情 讓他非常感動 就是那時候 解約室的時候 有工作人員 在他旁邊山峰 我就想 那記者就問我說 那我是第幾階參加的 我就想說 奇怪我就是山峰的那個人嗎 就是 我覺得就是 他是很感謝就是 各位工作人員都 就是 很包容我這樣子 然後 從無對不起啦 你對他做什麼事 沒有沒有沒有 你跟我道歉 我們辦這個活動 過了之後 他變成這個活動的總召 我們辦這個活動 真的是很有意義 我們的醫師營業 大家都在看著 這些小朋友 他們就好像種子一樣 回到克里之後 真的就像靖雅講的 他們不一定要繼續修煉 可是他們真的知道 大法的好 是希望你來學法安光 他只是告訴你 用生命告訴你這個 這個 法安大法好 然後 讓你知道 這個真善人好 這樣就夠了 像靖雅那天提到 就是 我們並不是要你們去修煉法安功 而是要 我們能從 我們一定要讓 宇宙中的真善人 第一是 讓你們在 每個人心目中是明確的 是知道真善人是好的 那些曾經 真善人 聽音樂 如果